MING PAO CANADA 南投維市公園 大概有沒有一部的骨頭有沒有破壞掉 有沒有概化現象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四星針孔內耳道有沒有擴大 比如說停神經瘤它會影響 比如說這個腦下線瘤它會把CELA2GAM鞍會擴大起來等等 垂體窩會變化等等 那在今天部份就是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是利用X光的做作確面的影像 可以看到腦鱗的大小形狀部位以及在內部部位 包括這個是有水囊或是有蓋化等等 假如是有打那個顯影機的話 它這些變化可以看得更清楚 影像檢查除了電腦斷層在進步就是核子控制 核子控制就是可以利用磁場電磁波及電腦科技 將主持利用水分的直指釋放置這個訊號成形下 它不是X光 所以這個女孩子防疫三個月之後 最好也不要照X光更不要做電腦斷層 因為做一次電腦斷層等於照普通胸部X光 至少三次張到五次張以上的輻射量 雖然現在廣告說我做醫院裡面的電腦斷層 我盡量這個減低輻射量 但是還是比普通一張X光片至少十倍至少三十倍 所以你做一次電腦斷層的話 你有胎炎的話 因為是電腦斷層是X光 你現在去排大的話 或去榮腫 其他醫院不曉得 例行生理檢查裡面都會沒有做胸部X光 大概一年兩個都一直例行做胸部X光 以前我們造型站起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扣子有沒有帶項鍊拿起來 你就靠近那邊 好深呼吸不要幫我炸就好 那現在怎麼樣 你在說好項鍊扣子沒有這個 可以照以後站那邊 要照以前他就會 還沒有生呼吸以前 他就從後面 Z跑出來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牽絆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我們人的生殖器官 染潮、睪環 就跟胎兒一樣 對X光特別敏感 所以你照顧胸部有沒有肺炎 有沒有氣管之躍 有沒有長瘤 你不必去把那個你的生殖器官 暖潮跟睪環照對不對 所以他有這個 就是為了保護這個民眾 也不是病 民眾的健康 但是後面就把一個牽絆出來 就是以前沒有 在那邊照下去 其實你這裡照 比如照一百個這個量 你的睪環或是你暖潮 可能照到二十到三十 甚至十 這樣的話 就不必要的這個受傷對不對 所以你看現在大的醫院都有這樣 以後你到小醫院做的時候 欸拜託 你買一個牽布給我 拍在屁股 我不必要額外去照 我的 因為我才三十歲 還生小孩子 你給我照了以後 變不醫症就不行了 所以 但是核子共證 它是用 時常的變化沒有 所以說 你 懷孕三個月的話 其實有需要做核子共證的話 還可以 因為它不會對太陽影響 用 醫用的核子共證 它的磁場 不是大到會 會影響到這個生理 但是他一定講說 欸 你有沒有 帶鑰匙 以前有沒有做過 這個心靈不整去 金屬放在裡面有沒有 所以要拿出來 要不然的話 你鑰匙放進哪去了 那進去的時候 喔 整個在翹起來 因為磁場 管你這個金屬就吸過來 所以核子共證 它不是輻射線 它沒有有理性的輻射線 它是用磁場的檢查出來 所以它對骨頭的影像 並不很清楚 但是對軟足足的話 對腦袋大小 形臟範圍 及內痕構造 包括這個 它的特性都會造出來 那特別有這個 檢影機的話 Galolinium的話 它會提供更多的資訊 那現在更進一步了 還可以做這種磁症 血管的造型出來 甚至可以做這個 這個頻繁的分析出來 看這個造出來這個 肺癌或腦瘤 是惡性的呢 還是爛掉的 還是發炎的 它可以做分別間斷診斷 所以可以做代謝 以及這個能量的分析 所以現在很多 影像就更進步了 差不多 那還有 大家會聽到的 這個正直掃描 正直掃描就是 除了剛才電腦彈籠以外 還有把這個 有帶著這個 放射性的這個 這個藥物 給它打到身體裡面 那麼這個藥物的話 就是會特別沾黏在這個 腫瘤的這個 細胞裡面 所以會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 以前有一個大陸 有一個很有錢的上彩 陳光 他在台灣來說 喔 台灣的醫療非常誇大 他花了六萬塊錢 全身不做不檢查 發現都沒有癌症 沒有癌細胞 其實原來做什麼 做正直掃描 其實健康的人 不能用正直掃描來 排除說有沒有癌症 因為正直掃描跟他講 他是用電腦斷的 電腦斷層 胸部X光照一張 電腦斷層照一次 就等於這50張 就照50次了 這50年的胸部X光檢查 那正直掃描更厲害 他除了電腦斷層的 輻射線以外 還打那個放射性同胃視訊性 所以你假設你家裡的心情 這個年紀大的長輩 有長這個癌症 不是大腸癌或是乳癌 不是肝癌 開完刀啦 或是日癌以後 要不要去看有沒有再大起來 肺癌有沒有再大起來 大腸有沒有帶花 有沒有轉移到什麼地方 這是要用正直掃描 因為你是癌症要追蹤的話 可能一年兩年做一次 不得已要做 你正健康的人 你沒有必要去照那麼多射線 做一次正直掃描 等於照到將近80張 80次跟100次的消費X光 我現在很多醫院標榜 我盡量減少 不是這樣 但是還是比普通的X光的量 還是差不多20-30倍以上 所以除非是你癌症的追蹤的話 我才需要用正直掃描 一般的身體檢查 我看到有沒有癌症 我怕有癌症 來做一個正直掃描 反正保險也有出錢 不要出錢 知己智慧大概六七萬保險 但是對你身體還是有害的 所以是特殊的時候才 還有這個當光子的 SPECT也是一樣 有同位素的話 它的輻射量是不可避免的 你知道這個政治 當光子做完以後 阿嬤金座 他有這個大腸來 現在做了兩年再做一次 哇很高興 沒有這個復發 沒有再大起來 喔孫子趕快抱起來 不得了 因為你當照完的時候 他的苦澀量還在身體 你馬上抱你的孫子的話 會把苦澀傷害他 至少大概要一天到睡好 兩天以後 他的苦澀量已經 半塞子很快就退化 差不多剩下沒有百分之十的時候 那時候才沒有關係 所以你不要說喔 政治掃描 馬上就抱孫子 很危險 那是一般的檢查 我剛才講的 他做腦電波的話 有些比較表在的腦瘤 就會看出來 雞電圖 或者雞嘴攝影 或者是電腦探塵 和直指站穎 或者血管照相 我剛才講這個血管照相 特別就是X光的血管照相 它可以顯示我們一個 在開刀的時候 特別開刀的時候 這個腦瘤血管 從哪裡支配 血管是不是很豐富 開刀的時候會容易流血 是不是需要先做X3 這一個 這個 開刀前的一個準備 就是 特別我們今天沒有談到 這個 腦裡面血管病變 有沒有中風 有沒有動脈瘤 有沒有血管肌型 這一定要用這個血管肌型 來比較配合正確的判斷 腦電治療 當然 剛才講 因腦電大小 衛生部特性 血管部部的情形 它會侵犯到唐葉的組織 有沒有沾連厲害不厲害 而且跟他年齡 大小 大人或小孩的治療方式不一樣 那原則上 目前腦瘤治療 跟一般的 身體其他的這個 腫瘤差不多一樣 手勢治療 放射線治療 化學治療 有時候這個腦瘤的關係 它特別會腦腫起來 所以有時候 要特別手勢治療以前 類固成 美國現在 讓它消腫 或是腦壓太高 要降低腦藥的藥 有時候腦瘤變成有肩弦 涼肩弓 要先用藥物給它控制 才做這個 開刀比較順利一點 那麼當然 手術的外科手術 一般這個 腦瘤的切除 可是良性的話 我們當然盡量 就是把它切除乾淨 就可以根治 假設不損傷的 因為腦跟開肚子不一樣 開肚子的話 你要把這個大腸小腸 拉開來 把腫瘤切掉 在腦裡面 不能隨便拉 拉得不得了 本來手可以動 你可以拉一下手不動 這樣這個腦很精細 跟豆腐一樣 不能隨便亂拉 所以假如它有侵犯到旁邊的 很重要的組織的話 你不能犧牲這個 你雖然把腦瘤掉了 變成半身不睡 變成貪犯 那也是得不賞吃 所以大部分是 我們在安全範圍裡面 這全部拿掉 讓它根治 如果沒有辦法 在安全範圍裡面 拿掉的話 剩下腦瘤 有什麼 可能就是用 用這個 開刀後 電療或是化療 大部分都是用電療 給它做 這個 反隔性的 控制它 不要再發 那現在一些科技 使用這手術的工具 包括顯微鏡的手術 顯微儀器 然後手術顯微鏡 內視鏡 雷射刀 超音波刀等等 另外在開刀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導航 可以用這個 超音波來做掃揚 也可以在 術中用電腦斷層 甚至核子公正 來判斷 腦瘤已經沒有拿掉 或是 它的部位已經侵犯到什麼地方 在做精細的開刀的時候 它這個 腦神經 大腸鏡的時候 它就 你看 你昨天沒有聽我這話 大車一頓 你現在大片了一大堆在大腸裡面 我還要花兩分鐘給它吸掉 才能看到裡面有沒有長虛弱 現在這個電腦是很進步 冷光嘛 又很亮 比你用肉眼看的 還看更清楚 解析度更好 所以這個時候 科系進步 所以用內視鏡 開到比較深的地方 顯微鏡的時候 照得到 它就內視鏡可以去顯現出來 然後把這個腦瘤刮掉 或者腦掉 是這樣的 顯微鏡 這個叫內視鏡 然後現在甚至混合性的 內視鏡 還有手 鏡眼鏡 連視刀 一起合併 甚至在宿中的 生理監測 甚至可以宿中做 兒子共振 鑽上層 血管射影 這樣我們叫做hybrid 雜交性的混合性的手勢 這樣的話 這個醫生開刀的更方便 這個 安全性更高 但是 費用比較貴 相比現在有 在這個腹腔的手勢 用這個機械人 搭運器的開刀 病人要自費30萬 很貴 這樣 那這個混合性手勢的話 大概 還可以 這個 顯微鏡 天視鏡都是健保給付的 其他額外的可能就是 要部門負擔 是這樣的 所以你們大家聽到 微送的手勢啊 類視鏡顯微鏡 都是這個 一些 顯微鏡 類視鏡 還有導航 監測 都分合在一起 塑中 甚至可以做電腦算成 真的是核子控制 做核子控制 做核子控制很麻煩 因為它的儀器要特別 抗磁性的 要不然的話 做一下推過來 儀器都被吸走了 那放射治療 我們除了開刀以外 不要有開刀 拿不掉的 或是沒有辦法開刀的 我們只要用這個放射手勢 良知的總流 原則上就是 盡量給它 用開刀 給它拿掉 但是有些比較危險 沒有辦法拿掉 一部分可以用放射治療 給它 控制它的代化長大 那假如是 惡性的這腦瘤的話 你在怎麼開 它旁邊已經 癌細胞進了旁邊 你開不乾淨 那麼這樣的病人的話 開完道以後 可能要追蹤 追加這個放射治療 那現在很多這個 大腸癌 乳癌 肺癌 跑到腦裡面的話 有的是一顆的話 我們因為腸還小的話 就可以拿掉 有兩三顆的話 你拿不勝其反 那時候可能有時候 大的拿掉 小的話 就是用放射線治療 那放射線 進步很多 等一下我會簡單再講一下 這個 長度調控放射治療 以前我們 像你的經歷朋友 假設有乳癌 我以後是鼻葉來了 看到這個在街上 看到它 哇 整個下巴 好像鐵袖色一樣 那麽口水還這樣流出來 頭髮都掉光了 一樣 那些乳癌的話 開完道以後 電了三十幾次 衣服都不敢頭 因為看起來 裡面就白斑 黑斑了 這個很難看 而且電療的副作用 皮膚就是 有一點燒焦 頭髮都掉了 牙齒鬆動 那現在有這個電療技術 就是這個 這個強度調控的放射治療 我只有把 你這個 腦瘤在那邊 我集中 這個 重要的電腦 旁邊經過的地方 盡量減少這個腐蝕線 我們這個強度調控 等一下有 有這個 這個相片給你們看才這樣 另外就是 立體定位放射治療 好像是我們 這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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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做五次 十次甚至三次 那放射治療 一次兩次 就是因為 用靠這個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的 這個 加碼刀 電腦刀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加碼刀 就是用 那個頭盔一樣 有 兩百多 兩百零一個空洞 裡面放 菇六十的 放射源 放在裡面 然後 用這個360度的方向 集中 來 腦瘤的一個部分 大量的 造射 其他旁邊的話 造射很少 這叫做 所以做一出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腦瘤的 比較深部的 開刀如果 負重很大 再怎麼開刀 五六個小時 開完刀以後 變成眼睛 嘴巴歪掉 或是手攀壞 等等 那我們現在這時候 用這個 最常見的 今天我們講是有 腦下線瘤 或是小一點 或是聽神經瘤 沒有什麼症狀 只是頻率比較差 造起來 電腦斷層 只有三公里下 我們都是用加碼刀 或是 或是電腦刀 光子刀 這樣造射 就是就 用電腦的設計 用Colios 或是X光 集中在這個 腦瘤的部位 那旁邊的造射很少 所以一次就可以 可以結束了 我們 主要來 為什麼造三幾次 因為他每天 大量造 三到四個 所以你要造三十幾次 才能煩惱 乳癌的細胞 殺死掉 那我們這 放射手術 就是集中火力 二十到三十個 一次就要造三十 把這個 鋒就殺掉 但是他因為電腦的設計 旁邊正常組織 量很少 馬上 這樣才可以做 要不然高級量的 二十三十的話 你腦瘤死掉 旁邊的腦照樣子都死掉了 就好像散彈打槍 打鳥一樣 旁邊的會受傷一樣 所以電腦這個 設計是非常重要 以前是 用這個放射治療 分成二十次三十次 現在用這個放射手勢 這一次就可以這個結束 那麼當然 放射治療 好像不要開刀 也不要住院 也不要麻痹 也不會痛 但是你不要痛 它好像 油漆一樣 還是會產生這個副作用 急性的時候 會造了以後 噁心 嘔吐 或者是 甚至 慢慢以後頭髮會掉 那這些 頭痛的話 噁心的話 可以用內褲子給它控制 因為造射以後 腦還是會腫起來 慢性的話 嚴重的話 這個腦會壞死掉 或者其他神經 造了燃油 比如現在聽神經瘤 都是用加碼刀 但是加碼刀造得不太好的話 如果造完以後 三個月 嘴巴開始歪掉 那就是顏面神經也被造射掉 因為哪 聽神經瘤 顏面神經就靠在旁邊 有這樣的道理 這是其他的 腦神經受到造射 那除了開刀 放射治療以外 這是化療 很可惜的 化療大概非常 效果非常有限 你像乳癌 大腦癌的化療非常有效 腦 特別是二性的腦瘤的話 它幾乎沒有什麼好藥 它的副作用比它的療效更大 那最近有開發一種叫做 Tameral Demeral 它現在是可以口服的 而且對於二性的膠質細胞乳 也特別有效 所以現在比較常用的 二性的這個神經膠細胞乳的話 就是用這個Tameral在治療 其他的很多常用的化療的藥 大概會幫忙非常有限 那他聽到基因療法 民意療法 這些到對腦瘤來講解 大概都是在 研究階段 真的臨床上都還沒有用不到 基因療法 當然就是比如說 這個病毒 比如說病毒給它在這個裡面 然後到這個腦瘤細胞裡面 只是改變腦瘤細胞 那麼讓它這個 其他的這個 殺死腦細胞的白血球 可以增長它的免疫功能 提高這個免疫力 目前在腦瘤方面 基因治療 還沒有一點任何 臨床上的一個價值 大部分都是在研究階段 同樣的 免疫療法 也是都是在研究階段 還沒有辦法直接用到這個 這個 這個腦瘤上面 這惡性腦瘤 那麼當然免疫療法 像中國醫藥大學 他們特別 來報昌 早知有一個說 這個把這個病人的腦瘤拿下來 這個腦瘤細胞 這種X光夾處理後 讓他這個腦瘤細胞 不會變成惡性的 然後再 跟束縛細胞培養 再打回病人的身體裡面 讓這個病人增加他的 抗腦瘤的效果 他們報告這個 目前出貨階段說 可以延長這個 惡性腦瘤變成半年 或幾個月而已 所以臨床上的這個 這個效果還是非常有限 所以 然後原則上 當然是良性的盡量開刀 用血肥手勢 內視鏡手勢 或粉的手勢 要不然腦不掉的 惡性的話 可能就在電療 有電療就是 我們現在有 能擺變的這個 所謂 強度調控電療 然後有放射手勢 這樣的話 對於這個 癌症轉移的話 大的一顆可以拿掉 好幾顆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電療來處理 因為你開刀的話 效果 這個 有限 而且負重的蠻大 所以 以上這個基因療法 和免疫療法 目前都是在研究階段 在臨床上 因為還是 還沒有這個成熟 那我現在用幾顆這個圖片 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這個 理解 就是 動脈瘤破裂的 蜘蛛膜下的圖寫 你看這 血水這樣 分在這裡面 那這是中風車禍以後 因為堵塞以後 變成水腦症 我剛才講 那個電子工廠 一個領班的女孩子 他水腦症更厲害 他以前這小孩子 就可能 今天性的話 那個腦水的 這個循環不好 整個腦裡面 黑黑人 這個腦的正教育 好像扭比子厚的話 這個就是水腦症的一種 那是腦中風 腦出血 有的出血以後 馬上開刀 出血量 170 腦壓很高 變成抽筋 嘔吐甚至昏迷 有的出血以後 雖然講話不精準 手沒有力氣 但是 還可以很清楚 有一點噁心 都沒有嘔吐 也沒有抽筋 就表示出血量很少 這樣有頭痛 但是他慢慢吸收 不要開刀 像這樣就馬上開刀 這樣可以觀察 大起來就要開刀 再縮小的時候 不必開刀 車禍 以後 慢性衛血 或者這 硬腦膜出血 都是可以防身這個 頭痛 腦壓症狀的現象 那我剛才講 腦膜 腦膜瘤 腦膜瘤 在腦瘤裡面的 差不多也是兩成 那這腦瘤 腦膜瘤 這是良性的 這不是腦瘤 這是慢性的 這個血塊 這個是 腦膜瘤 像這個腦膜瘤 長得很慢 以前有一個女孩子的話 我們叫瑪莉的故事 她平常做事情非常好 打扮得漂亮 她同事都非常喜歡她 她也是做事情很認真 那最近半年來 開始這個頭髮也不輸來上班 扣子沒有扣好也來上班 結果這個情緒還蠻好的 人家拜託到 瑪莉 我這事情明天你幫我這個做一下 她說好好好 她過了三天一樣都沒有做 這奇怪 這個完全不負責任 她也沒完事 很多的我們都沒有辦法 像這個聽神經瘤 這麼小的一個聽神經瘤 0.5公分 很小 在裡面 病人一點感覺沒有 她本來電話 用右手聽電話 後來她是改成左邊的 她沒有 無形中 她只是右邊聽得不太明光 她就放在左邊 結果三年以後 感覺這邊耳鳴 奇怪 她一整個頭一個 去照電腦 喔 原來是一個0.5公分的這個聽神經瘤 所以聽神經瘤早期的話 你根本沒有感覺到 有的是感覺得聽力比較差 但是你自己完全不知道 只是 哎呀這邊聽得不太清楚 我就放這邊 聽了兩三年以後習慣能聽左邊 後來有點頭暈 從右邊耳朵有點耳 才發現說 喔這是聽神經瘤 像這樣小的聽神經瘤 以前我們都要開刀 三公分以內這個聽神經瘤 用開刀 從後面再開 用顯微手術 那刮 刮了差不多六個小時 激素好的話 開完道以後還好 激素差一點以後 開完道以後 這邊完全聽不到 裡面嘴巴已經斜掉一邊 因為聽神經瘤 所以變成嘴巴歪一邊 你明天不能閉起來 那現在比較小的 這個三公分以內 我們用 立體定位的放射手勢 就是加碼刀啦 或者放射這個 這個電腦刀 就是集中火力 一個電腦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良性的 只要讓它不大起來 它也不會危險 危害在生物 所以有時候變兩個選擇 你只要是親戚朋友 有聽神經瘤的話 可以有兩個選擇 你只要很年輕的話 還小的話 那碰到有機制 很好的醫生 是可以拆刀給它拿掉 當然可以比較根治 但是只要年紀大 或是比較 這個有其他的這個 糖尿病高血壓等等 原則上可以用放射手勢 電腦 用一次就可以控制了 讓它不要再長大 可能五年四年 還是可以平安於是 腦下先 腦下先留 就這樣 在這個地方 很多以前在早期沒有電腦斷層 要整個腦下先留很難的 有些女孩子的話 他也是我還頭痛 他也沒感覺怎麼樣 只是說夜勤不太順 有一天就擠公車的時候 擠之後 怎麼怎麼奶灶都吃掉了 奇怪 後來這個 副部長就看 夜勤沒有來 吹一下 這兩三年 我頭痛厲害 後來再去照電腦斷層 喔原來是 腦下線長 這個地方腦下線長 這個腦下線長 這個腦下線是我們身體的 賀爾蒙中樞 他早期的症狀 有人不太曉得 以前沒有電腦症狀 都可以照射 也不曉得 照一窗有時候看不出來 那只是說 賀爾蒙的 表不太順 月經不順 吹吹出來以後 也吹 一兩三年也沒有怎麼樣 後來擠公車 其實他太曉得 我天天通 最近來他看不到 後來他想說 我來看你啦 給他講他才曉得 因為他從外面來看不到 他只能看到前面 視野是前面的 因為他的腦下線長 以後不曉得 常常拍車撞到 車禍以後 太太看說 你看我車禍了 你就不足以我 其實他是從旁邊走過來 看不到 這個腦下線長的症狀不一樣 所以我腦裡的症狀 有的是賀爾蒙的變化 有的是視野的變化 有的是性格的變化 很多都不一樣 這個腦下線長 我們平常 喔你的腦下線 有看腦流過 欸 你們這頭髮怎麼沒有踢 哪有傷口在裡面 沒有 它是從鼻子裡面開 現在腦下線長流的話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從鼻子裡面 用內視鏡 和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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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你像這樣兩個的話 就兇多吉少 像這個面目可正的話 都是更惡心 兩個以上 都可以從大腸癌或肺癌轉得起來 你看到你的朋友頭痛 到點頭上 有兩個以上 大部分都是從旁邊的 腦以外的股癌 大腸癌或肺癌轉得到上面的 那現在這個是 你看這面目可正 也是不規則又爛案的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最惡性的 這個惡性神經 叫細胞瘤 我們叫做腦癌 這樣 有的腦瘤已經跑到外面 你就看得出來 有的小孩子 這個變成水腦腎 他是因為腦瘤壓迫到這個水管 這個時候 在小腦的腦瘤 你看一間這個水腦症 因為這是先例性的這個阻塞 阻塞這個地方 導水管 所以這邊的眼睛往下面 頭皮的血管 兩三公分以內 我們用放射手勢 加碼刀 或是電腦刀 來治療 控制它不要再打起來 那這是這個淋巴腺癌 它是用化癢的配 所以完全可以控制 像中間的 我們現在這是加碼刀 裡面有一個半塊頭盔 裡面有兩百 連一個洞 每一個洞 放一個固六十的防射炎 那就是用電腦設計的話 把這個兩百多個洞 塞了多少 剩下幾個洞 然後其中 這個照射到這個腦瘤上面 那這個是 光子刀 不是電腦刀 剛才那是固六十的 那這個是X光 其實都是一樣的 五色線 而用電腦設計的話 能夠集中火力 這個造射到這個 腦瘤的地方 那個就是電腦刀 這個叫電腦刀 但是因為它把那個 五色線架在一個 直線架在這個 電腦手 手機背 手背上面 那這個可以 繞著頭部的 這個 180度 甚至200度的 前後左右 都可以照射到 所以這叫電腦刀 它的 基本的 這個特性 跟加腦刀的一樣 加腦刀是固六十的 它是固定用頭盔的 這個固射炎 那這次用直線加熱鏡 放出來的X光 直接照射到這個腦瘤的部分 其他部分的照射很少 其中火力在這個地方照射 這是 這是放射手勢 你看 比如說這個腦刀線 有的話 我們有時候可以用放射 直接去做 旁邊的照射 可能剩下 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已 所以可以一次就照射完 那你假如說平常的 這個 照射治療要三十幾次 因為每次只能照 照射1.5-2G 因為你不能一下照射 正常的組織壞掉 腦瘤還沒有殺死 正常組織先殺死掉 但是這個 用電腦的設計的話 集中 高劇量的照射照射 旁邊的 就很少 你看這個本來 我們一般的照射 是前或左右持的方向 那現在它是幾百個方向 所以可以講 每個方向的量 相對是有一百分之一 和兩百分之一 但是 中間的話 就承受到一百倍 兩百倍 這樣子 所以一次可以照 二十個雷 這樣的話 你知道二十個雷的話 全部照的話 馬上就死掉 馬上就把 就像 這個日本廣島 是從這個原子彈報的大量輻射線 根本就我們的方向 是這樣 所以這個方式的手指 跟方式的治條 差別在這個地方 那剛才講 現在這個 強度調控的 它以前照射的話 這樣整個照射好的壞都一樣亮 它現在可以強度調控 然後 漲留的地方照得特別多 沒有漲留的地方就很少 這樣我們叫做強度調控 你看我們這個 剛才講了那麼多 這個腦瘤的診斷就是 不要讓它 等到這個 腦壓很高 甚至瞳孔放大了 抽筋抽細了 也昏迷 一定要在早期的發現 不要等到這個末期的時候 還能夠發生時間出來 以後就沒有救了 就這樣知道 以上我簡單 把這個 我們常見的腦瘤 有一些症狀 有惡性的良性的 那治療的話 手勢治療 有顯微手勢 有劣勢性手勢 有這個混合式的手勢 那麼 放射治療 除了一般的 所謂調控的治療以外 又像放射手勢治療 所以很精細的 對於比較中間危險不容易開刀 火炸的火炸 有很多人 如果周圍的火炸 會忍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